请教明老师 拜登的亚洲型 整个战略的焦点确实是中国 那这里头有政治经济军事科技 全方位的围堵 那特别他昨天正面回应 如果中国武力侵犯台湾 那美国有承诺会军事保卫介入 这一个回应 引发国际间广泛的讨论 对这一次他来亚洲 引发了国际上很大的关注 一方面是他上台以来 第一次来到亚洲 第二就是在俄乌战争 跟美中全面对抗的氛围下面 他来亚洲干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明面上来看 他们美国宣布 我们有三大目标 第一就是美日韩的关系要深化 第二要推出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第三要开着Quad四方对话 这是明面上说的三件事情 但是在过程当中 不小心跑出第四件事情 就是你刚刚问的 如果中共武力犯台 那么拜登说 我会军事上回应 这是第四点 所以把这四个加强 我们就看到 第五个话题跑出来了 就是刚刚正好说的 其实整个呢 是针对中共而来 它是打造一个包围 中共的一个围堵圈 或者说遏制圈 这是我们过去几年来 一直跟大家提的 美国正在打造一个 全球反中共的大同盟 而这个反中国大同盟 它的另外前台词就是 环绕着台湾的安全问题而来 所以这五件事情呢 说起来呢 就它整个的目标 我们先看第一个 没人和关系深化 没人和关系深化呢 当然刚才正好提到 他参观了三星 然后见了这个 新任的总统尹序业 双方发了联合声明 双方宣布 我们要调整印太战略 要扩大合作 从经济军事各方面 扩大合作 讲明了两个目标呢 一个是威慈这个北韩 然后一个呢 是维护亚太的自由开放 但是底下加了一段话 我们要维护共同价值观的 共同安全与繁荣 维护印太基于规则的 自由和开放 这些话就是过去呢 针对中共讲的话 就这几年来 美国不管是过去 川普时代的后期呢 还是拜登上来 基本上呢 都这么说的 好 那么这么说呢 他们还加了一句话 作为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关键 我们美韩同盟 远远超出朝鲜半岛 还怕你没听懂 告诉你 我们超出了朝鲜半岛 反映了我们对全球民主 经济跟技术领导的 什么关键作用 好 那这个已经很关键了 然后拜登到日本的时候 跟岸田呢 又讲了一段话 也发了联合声明 这个我们等会再说 但是重点是 岸田说 我们希望你这个美国的核保护伞呢 能够延伸 然后延伸下去 它叫做延伸威责 到什么程度 大家没有讲清楚 但是呢 美国过去说过这段话 美国说 我们对于这个日本安全 必要时得动用美国所有的力量 包括核武在内 现在在美国讲完之后 岸田回答 再要请你再讲一次 就是我要确定 在俄乌战争的氛围下面 在中共可能打台湾人 同时也可能打我的情况下 那么你的这个核保护伞 到底来不来 所以美国必须重申一次说 我一定来 这些话呢 谁会对 我们回头看 谁会对日本发射核资武器 两个国家 中国俄罗斯 北韩 北韩 俄罗斯的可能性 可能还小一点点 会啦 但是比较小 但是中共可能性很大 中共不是为了打日本而打日本 中共是为了打台湾 所以去对付日本 所以日本呢 讲这句话 等于是把这个 未来的几个前景先告诉你 如果发生这种事情 如果我日本两个插刀 跳进去了 然后帮台湾打仗 然后中共又核武威胁 我说那你得来帮忙 所以拜登再说一次 好 这句话说完之后 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其实呢 美日韩的关系是大大拉近了 大家知道过去日韩的关系呢 一度紧张 现在韩国呢 我们就问几个问题 第一 是不是正式参加澳英美同盟 第二 是不是正式进入四方会谈 第三 是不是正式要参加五眼联盟 也就是三四五 南韩会不会参加 现在看起来 应该是时间问题 大概不是会或是不会 而是时间问题 大家设想一下 中共现在面对的这种国际处境 如果南韩这么一个强大的 经济军事跟科技的一个国家 现在参加了三四五 三个联盟 三个同盟 你觉得对中共的威胁有多大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题目 第二题目就是印太经济架构 刚才正好也简单提了一下 一共十三个国家现在进来了 这是去年十月份 拜登在东亚峰会上讲的东西 当时大家以为说 他只是说一说 我们当时也问了 他到底想的是什么东西 因为印太经济架构 我们想你不玩TPP了 然后剩下一个CPTPP了 然后你又说 这又不是一个自由贸易 然后又不是什么东西 那你到底是什么 所以推出印太经济架构的时候 中共当时非常关切 中共立刻开骂 中共上层到下层 包括很多学者 各位在网上看一下 真的是直接开骂 骂得非常凶 等一下我再说他们怎么骂的 我们倒回去五天 就是5月18号的时候 美国商务部长 Ramundo那位女士 她讲美国跟欧洲要共同努力 来调整我们的技术标准 来符合我们的民主价值观 来对抗中共和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 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她这段话呢 就是把这个IPAT的背景 其实说清楚了 我们要打造一个民主的生产链 或者供应链的同盟 其实说白了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 中共呢在 其实拜登的话锋一露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批评 之前我就不说 就说这几天的 这几天呢 新华网跟人民网 有一天的头条讲的是 拜登访韩日 搞小圈子 又有新华样 这是新华网跟人民网 这是最大的 然后中国新闻网 拜登首次亚洲行 将访韩日 韩国和日本各怀心思 又去挑拨一下 然后环球时报说 更露骨了 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 针对中国的挑逝之旅 讲白了 环球时报呢 一向是最尖锐的 他就把他最生气 最关键的一点 就当着标题讲出来 好 那么中共的学者 怎么说的 有人讲 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呢 是美国主导的 经济小集团 有三四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 意识形态先行 没有错 我们一开始就讲 美国在打造一个 反中共的大同盟 而这大同盟的背后 就是价值观 就是意识形态 所以这批大陆学者 很明白讲 意识形态先行 具有明显的价值观色彩 这是第一点 第二 针对性强 明确将中国排除在外 我先提醒各位 这个话是几个礼拜前讲的 也就是拜登还没出发 很多东西都还没有 真正摊到台面上 中共把各种新闻拼起来之后 拿一些蛛丝码去看 他已经看到第二点了 第三 封闭性跟排他性强 参与的成员国 会是美国精心挑选的对象 也蛮有道理的 第四 鼓吹在供应链上 与中国脱钩 这句话是关键 所以第二句话 排除中国 第四句话 在供应链上 跟中共脱钩 这两句话是核心关键 他们看的还算挺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